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蒜頭頭顧為名譽 歡迎收看首相呼籲 那我想再過三個交易日 那今年這個陽年都即將做一個ending 那為了說我們是希望我們全國投資朋友們 能夠在最後的今年度這個最後三天的這個交易日 都能夠還是一樣持續性的一個獲利 那有一個happy ending 然後進入到明年度這個今猴年的一個到來 那我們也預祝各位能夠在新的一年 就是說這個今猴年到來的這個年度 整個年度都能夠想想是豐收 那當然的話我們也希望各位 能夠在這個猴年一到來的這個時間點 馬上就能夠贏在起跑點 好的開始就是一個成功的一半 那當然我想以今天的這個台股大盤 我們先看一下 包括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本來是形成一個叫開小高之後的一個正當壓回 那壓回之後 現階段就是形成一個叫緩步的一個上工 那以今天的一個預估量能來到842億 相對就是說在上個禮拜六 我們是有形成一個叫過年年假的一個補上班 補班 那變成說禮拜六的一個量呢 說到個六百多億 我想這都是屬於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狀況 因為畢竟全世界在上個禮拜六 就圍堵台股有做個開盤 那重點是說 我們可以延續到看一下 禮拜六的前一天就是禮拜五 禮拜五這個台股大盤 它是形成一個叫量價齊養的一個大漲 那這個成交量很多擴大到一千一百多億 那當然的話我想以今天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叫開高震量走低 都是在緩應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整整一個禮拜 漲得快接近四百點之多 那變成說在緩應一個叫做 短線上一個短線獲利的一個賣壓的一個消化 那變成說 澡盤這樣子一度開高震盪壓回的一個後續 這個賣壓有做一個四度的一個釋放 消化掉之後 現階段依然都還在做一個緩步的一個上工 那尤其像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今天已經碰到快接近到一個 逼近到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 那現在這個季線壓力落在8174點 那以今天這個高點 今天高點已經來到這個8166點 我想距離這個所謂的8174點 我想也不到剩下8點之遙 那重點是說 以這一波的這個台股大盤 我老實說我們從上個禮拜開始 預告各位這個盤 它已經形成一個叫做 所謂的一個由空轉多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多頭的一個因應 那尤其我 我老實說我們從上個禮拜開始 對DNA百敗一台戲 我們也告訴各位這個盤 在當時包括像短天期 五日均線十日均線 全面性的一個翻揚 那這代表一個涵義就是說 以現階段的一個格局 已經形成一個叫短多中空的一個格局 那變成說 既然這個盤叫做短多中空 那當然的話 我想我們就有一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我們絕對不死多 我們也絕對不死空 那也許我們從這個新歷年開封盤 1月4號當時 我們就預告各位這大勢 叫大勢底電順勢而為 那包括我們在1月4號 開始做一個卷空 那卷空的標的包括像TPK 包括像這個玉金光 我們在1月4號那個禮拜 都有創造出至少15%以上的一個獲利 那變成說都有達成我們這個 週週賺10%的獲利目標 那延續到第二週 紅盤第二週1月11號 我們再度做第二度的這個卷空 我們是卷空包括像這個 生系的這個F康油 跟這個第二度卷空這個TPK 那當然的話 在第二個禮拜 我們也都創造出 快接近兩成的一個獲利 那當然的話 都有達成一個叫週週賺10%的獲利 那延續到上上個禮拜 我們開始做個轉多 那不管是切入了 包括像2228的卷領 卷領在上禮拜也都有一段 上上禮拜都有一段的一個漲勢 甚至包括像3360這個上禮 包括以在最近這段期間 在當時轉多的這些個股 也都有同步 至少週週都是賺下10%的一個獲利 那延續到上個禮拜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在上個禮拜節目當中 依然要各位去針對一些跌生的一些標的 來跟著我們做個鎖定的操作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我們特別推薦 包括像我們就沿用這個 像瓶蓋個股的 這一段期間的一個跌生 大力光從這個3700多塊 一路跌到1700多塊 跌到快增成2000塊錢 那我們鎖定跌生 尤其是說它本億筆都已經嚴重低估了一些 瓶蓋的一些個股 那我們舉例這個像3008的大力光 那我們是代購一切入包廂這個6269的台郡 在台郡在上個禮拜五 禮拜四有大漲 禮拜五所漲停 那禮拜六持續限度大漲個3% 那當然的話 在上個禮拜包廂台郡 甚至包廂這個 真頂的這個部分 我想在上個禮拜也都有創造出 四字少少 一層到10%到15%的這個獲利 那另外包廂這個生計的包廂 4163的這個液態 我想在上個禮拜也都是 實際上天天漲天天漲 懷特41008的懷特 我想在從上個禮拜四以來 都是天天紅天天紅 那都是依然都幫助各位 去賺到一個鄉鄉豐厚的獲利 那進入到這個禮拜 我們還是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短多依然來做個延續 那重點剩下三個交易日 就即將要封關 那我們給各位的操作建議 我們就建議 你這些短多單 這個禮拜你可以買進哪些標的 我們在下半段 跟各位做一個詳細說明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是建議各位 在封關之前 就短多單 就做一個前面前一個儲清 那後續 再等到一個國際盤的變化狀況 我們在這個新村開放盤之後 再帶各位 繼續來做到一趟贏在起跑點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萬通國際 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 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 皆是銀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027725-9668 7725-9668 好 換來再度回到現場 我想距離這個封關剩下三個交易日 那就是說我們這一波的這個年假 從這個2月4號開始一直延續到這個2月14號 這段期間總共有11天的一個休假 那從2月15號開始進入到這個迎接這個新後年到來的一個開紅盤 那變成說我想在最近這段期間我超11個交易11天來講 往以現階段台股在做個休年假 那問題國際股市都還在走一個延續 變成說國際股市還是正常的開盤 那我要說我們就是說以基於一個這個長假的這個效應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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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動 那我們也建議各位就是說你的一些短多的一些個股不妨就在封關之前 全面性先把它去做到一趟告一個段落 那我想為了我想就是說你在休年假這段期間 各位你就不妨不妨放下心 就是說安心的做到一趟度這一波這個過年的連續假日 那變成說你安心過年就不要再管到這個國際股市的一個動盪 那不要不要因為這樣子你手中都還有一些持股 變成說隨著一個國際盤的一個七上八下七起落落 你影響到各位你過年休假的一個一個心情 所以說我們給各位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等於是在封關之前 不妨把這些短多單先把它做一段的一個獲利出清 然後等到後續這個新春開放盤之後 再根據整個一個世界股市國際盤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我們再帶各位來因應這個下一個階段的一個操作 那變成說我想以大盤的一個角度 現階段這個短多都還在走一個延續 短多延續 那變成說我們給各位一個現階段這個短線上 比較大的一個重壓區 約列是落在前一坡的這個沙盤點 這個沙盤點大概位置 接近到差不多八千三百點這個附近 八千三百點這個附近 就最為是短線的這個壓力 那變成說以現階段短多中空這個格局 因為畢竟季線啊半年線連線都還是下彎的一個狀況 那變成說雖然是短線已經轉多 那短線轉多問題中線維持一個空頭 那當然的話 緩彈到八千三百點這附近 那到時候我們再根據它實際上 配合的一個亮下的一個狀況 再帶著各位來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這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至於這個禮拜 各位你可以不妨去鎖定哪一些個股 來做個操作 往上上個禮拜延續 包括像平開個股的像台郡 像這個44958的這個增頂 在這一段都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漲幅 那變成說你在這個禮拜 我老實說我們就給各位建議 包括像一個2354的這個紅準 我想這兩標的一樣 這段期間的修正都超過五成以上 那變成說它以現階段這個已經打出 快接近一個月的底部 相對於本益比 今年的獲利 去年的獲利可以來到八塊半 以現階段還年現在股價也不過才六十幾塊錢 這個本益比都才七倍多 七倍多 我想說這屬於一個叫風險有限 利潤無限的這個標的 那今天都還有在盤下 都有在盤下 那各位你就不妨趁盤下 你去做到這樣勇敢買進 然後在封關之前 順勢再把它去做到這樣獲利就OK 那另外我們再推薦各位有一檔 這個汽車相關領主権的一檔個股 我想以5288的F風箱 它是汽車相關領主権的個股 我想以今年度整個一個汽車的相關領主権的一個產業 維持這樣子的一個 它那個基本面的一個形態 總體面都還不做改變 那變成說以現階段它的股價 經過之前公高到一百四十一塊錢之後 也修正了至少快四成之多 那變成說現階段回測到月線已經有手 擋住 那擋住了一個前提之下 指標已經完成打底的一個背禮 打底的一個背禮 那現階段本益比也不過才13倍 都還距離它的一個平均本益比 至少15倍都還有一小段的這個距離 那變成說我們以這個禮拜 不然說我們就建議各位不妨延續上禮拜 包括像生企 包括像這些瓶蓋個股的一個獲利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就鎖定這兩檔 包括汽車領主権的這個風翔 跟這個瓶蓋個股的2354這個紅損 持續性在這個封關的最後一個禮拜 我們繼續帶各位這個禮拜 在公關之前先把這一段的一個短度 我們把它先獲利落袋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